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選票就是不小心 放在他的背包 就是帶出來 侯姓寧選務員本身也是村幹事 週日晚間七點多 他要離開印刷廠 被門口的盤檢人員發現 公文夾內居然有選票 包括縣長選票十九張 縣議員十三張 三河村 柳新村 一新村一百張 以及淨河村一張 全部共三百三十三張 也立刻聯絡保安員警 監委經過訓問 移送定解 他客人的疏忽 他也不是有意的 因為一整天下來 他也實在是很辛苦 而這些被夾帶出去的選票 也遭到銷毀 但以這次選舉 嘉義買票情況嚴重 涉案人數全國最多 載壓人數也累積到二十三人 村幹事擔任選務人員 卻差點把選票給夾帶出去 雖然及時攔截 但先前有沒有偷偷夾帶出去的 可能也讓人對選舉的公正性 有所擔憂 三雄烈國旋風暑珠 嘉義新聞報導